审计局是干什么的? 审计局是国家公务员编制, 主要负责地方政府各部门和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审计监督工作, 包括组织实施国家、省审计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, 向有关部门通报审计情况, 提出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的建议, 处理区、县、被审计单位对区县审计机关审计决定的申诉和复义等。 审计局一般设有办公室、财政金融审计科、行政事业审计科、经贸审计科、干审科、内审协会等科室。 审计程序通常包括制定审计项目计划、审计准备、审计实施和审计终结四个环节。